阿姨当时您没有在家是吗 我当时没在家 第一是邻居打电话说 他说有人破你们家的窗子了 第一说是你们家的什么人 他就赶快回来 我马上就报110 110报了以后 110 120 119都去了 那个房子开不开 他呢又把那个拿刀威胁到警察 最后人家那个警察全都没法进 什么时候我也去过警察 我跟你讲嘛 有证据的 您当时为什么想要翻进去别人家里呢 当时这样子 因为我是下午的时间吧 这个我还是记得清的 下午的时间是 大概天快黑了 因为我饿呀 找不到吃的 其实我没有病冒 不想冒犯我 眼前的我这个妈妈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我说过去 把窗子打开 跳进去 找点吃的 然后找点喝的 然后我就睡一觉 在床上 然后回来 我再跟他们解释一下 结果 就是说你在没有经过 他们任何人的允许下 确实是破窗而入的 对对对对 这个我承认是我不对的 进去以后 当时我看了下衣服 我肯定要看一下 燃晓红是不是回到家了 然后我打开柜子 我看到她的衣服 然后我就想 一开始我确实大脑很冲动 反正我对不起燃晓红 她也在我家发生过 你也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 就是说 人家警察 说那个门开不开 还因为把门开开 出来解决问题 你不给警察开门 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发生过 你三次四次来闯成都 闯了我的家 第一关于那时候 他说你 你都七十岁的老太太了 你就躲开她 第一你不要在家里都住 因为你一个人 你有了啥子问题 你自己吃亏 他现在手上就是拿了你一张 那个结婚证 知道不吗 他就 他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就凭他这样子 我连自己的屋 现在都不敢住 家都不敢回 我们单位里头都知道 我现在就藏一种居住在寺庙里头 不想让我女儿再说自己 我也不想再说自己 我都七十岁了 我当的女孩子这样说 我七十岁了 我死了都无所谓了 你在二十多岁里人 你还给社会要造成好大的危害 你还害好多人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真的 你完全误会我 青年日 我都听到你 你妈妈打电话说的 喊她来办离婚证书 我说好嘛 我说这个事情 老人都说同意了 老人都说同意了 我就把她 我就说你 你们就到成都 成华区 民政区去等到 我们下午就把小后 从苗子接回来 给你送到那去 我们就去办手续 到了那民政区去办手续 她给她妈妈打电话 她妈妈就把电话打通了 就跟我说 我说的 你的意思 两个不可能的婚姻 你是同意他们咋办 她说她同意离婚 她也同意离婚 表格什么东西 啥都填完了 等到最后要离 要盖枪的时候 要整那个手续的时候 人家说的 把她喊过去 说你把这几条读一下子 她说的 我不识字 我没识 当时我没说话啊 不 爹 你是说不能读吗 你不识字吗 人家说的 你不识字 你这个手续就办不到 我当时还不服气 车结婚证的时候 你问她 为什么不让她读一读呢 办这个离婚证了 两个都签了字了 你都签完了 你非要读那个 才能拿到离婚证 所以他们两个人 没有领程 离婚证 就是因为没有读那个 没读那个条条款款 就是为了这个 就没办到这个手续 这样 一般的我们说 办离婚手续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到人民法院起诉 通过判决的方式呢 是由人民法院认为 婚姻感情已经处于破裂 然后判决离婚 然后判决离婚 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到民政机关 叫自愿离婚 那么如果民政机关认为 这个自愿离婚的条件 不成就的话 那她是不会办这个 自愿离婚的手续的 因为自愿离婚必须得 双方同意 双方同意在这个 解除这个婚姻关系 至于说阿姨刚才所说的 是不是不认字的问题 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民政机关 她判断 你们双方不是自愿离婚的话 那这个手续 民政机关就不会办的 对